创作的时候灵感来自于哪里 很多人说灵感就在生活旁边 平时在那种主屋下面 它就本身有一些小孩子 不同类型的一些摇摇椅 让人投币 让他有一个时间来放松自己的 我觉得这个就是一种回忆也好 还是说是一种现实当中的 一种美好的一种当下也好 我就给我很多启发 所以说我已经不是这个年龄 去玩的了 但是看到人家在开心 我也开心 所以我想把一些美好的东西 通过我的画作来再把它保存起来 我觉得这才有意义的 因为这东西总有一天会被淘汰 我觉得这个时代不一样 小孩子喜好的东西也不一样 但是我觉得在我所能接触到的 一种怀境里面 它还存在 而且还在产生它的一种功能性 或者说带给人家快乐的一种 实战的一种作用 我觉得这个是一种很宝贵 我在想的一个概念当中说 其实我们是要突出的是对文化 对一种传统文化 或者说我们一个民族文化 如何在这个时代当中 也许下去 或说进行更好的发展 发扬光大 这个是我要属强调的一个概念 包括我们的一些科技的发展也好 各方面也好 对我们本身的民族文化也好 还是一种比较本土的文化也好 它会有冲击的 所以怎么让它延续 怎么让它发展 这就是一个比较要警惕的一个课题 但是如何去解决 就需要我们自己去转化它 所以我在想 这一个只是其中一部分 就提出一个问题 最后怎么去解决问题 我另外一幅其实是倒过来 跟它拼在一起 有一种 一个是一个爱 一个爱 英文的爱 一点一束一个爱 一个是感太好 那个爱 就是解决问题的一个主体 就是我们自己 其实事物存在 它并不是说 事物它本身就会去解决问题 不是的 我们这个人的主动性 会改变这个事物的发展 这一招呢 确实跟之前的演示就不一样 之前是一张 一个诗子的写诗形象 跟背景跟云 一种很解约的一种构图 而且是比较直观的 就要告诉你说的 就符号性很强 然后好像是跟云 贴上的云在对话 有这种感觉 但是这个呢 我在背景上面 加了更多的 一个空间的概念 这个是跟我们的疫情有关 这个是 因为我们一直待在了 一个空间里面 感觉会比较强烈 以前不会觉得 以前我们等天是在外面跑 回到家之后 也觉得是挺舒服 但是你在家待了久以后 你会对墙壁空间 这种 你以前没在关注的东西 你会觉得 好像后面还有东西 空间的空间 对吗 虽然说家里很小 几个房间而已 但是你会把它想象成 每个空间都是一个世界一样 所以说我在这个空间里面 玩得不亦乐乎的 有很多精彩的 像我们疫情一样 家里都有啊 对吗 你也可以去追剧啊 可以去看书啊 其实很精彩 但是你总想着 外面有更广阔的一个空间 让你去发挥 所以我想用这个色彩 也是来代表说 我们其实内心 可以变得更乐观一点 可以变得更五彩缤纷一点 但是对我们对自己的一个 未来一种空间 或者说你的发展空间 抱有一定的期待跟憧憬 所以我在想 其实说这个 它的后面 可能像一朵云一样的 它后面还有一个 更广阔的天空 给你一种希望的感觉 我一切开业 开心的 哇 我一切开心的 我一切开心的